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松仔会客室 今天又是我们移民的故事 今天我请了一位受访嘉宾 叫Larry 你好 松仔 据问你是来了几个月 因为我常常访问的嘉宾 都来了三五七年 三五七年 两三年最少 那我算是新来报道 是的 你算是新来报道的 现在很多香港人 有时候可能会有观望态度 或者工作也辞不到 各样东西 会迟来的 但是迟来的那班 其实跟新来可能有点分别 新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资源 但是他们可能很容易找到学校 医疗那些OK的 但是后来多了人来了 英国的经济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好 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我今天想访问Larry 你作为新来 你来了几个月 现在我想过了刚刚两个月多一点 两个月多一点 即是你现在新来的感受 就是想看看你的心路历程 譬如你为什么要来 或者是来到之后有什么状态 各样东西 我们开始讲讲你为什么决定来 还有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 就是选了三年之后才来 这方面我很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么迟来 是啊 Covid 等Covid 完结了 因为本身在香港 过来的原因其实都是为小朋友 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是你的原因 但是我不是一个富有家庭出来的 但是幸好结婚之后 就太太的理财比我好 那么就买了一层楼 但是呢 我们就要等一层楼放了才可以 是否很难啊 因为现在听说 就是又跌价又卖不出 那么你那时候有没有困难啊 其实是 你说难不难啊 是难的 因为我是足足等了年半 是 年半才卖到一层楼 刚好有人卖 就是你放了楼 整年半才有人卖 是的 还有你知道香港人的心态是 但是你一直想一个好价钱去买 那么你见到市场跌了 你又会觉得 就是我太太很想过来 但是可能我自己也会有点点关系 过来英国不知道做什么 就是我的态度 那个生活成本 未必是那么进取的 嗯 那么可能在卖楼的时候 我的价钱是 我没有理会市场的 我纯粹我自己觉得是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了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 那么去到最后 其实叫幸运 那么价钱都不是差的 叫做有个买家肯买 那么就立刻过来了 但是都年半 有没有说砍得很厉害啊 就是 我自己买 一路减一路减一路减 我自己买 是刚刚 就是自己预期来的 就是卖完很简单 你要通知地产 你卖了 地产会问你卖了多少钱 他们个个听完都觉得 你真的很好幸 在这个moment 你可以竟然做到这个价钱出来 算是这样 我都觉得是的 所以卖了楼就 立刻就过来了 卖了楼是 二话不说 因为没有的 你卖了都不通婚 去爸爸妈妈住吗 比较难一点 是的 你过来 就是 你从来有没有来过英国 没有 最远的国家 我想是去到巴厘 没有离开过亚洲 没有离开过亚洲 是的 那么你来到英国 因为现在几年 很多YouTuber 或者很多新闻 都会讲英国生活 你觉得他们说出来的生活 或者环境状况 是不是你预期真实来到的那个感觉呢 是不是 如果你说看 过来之前 我不是看很多片 英国是怎样的 反而我是 可能我一直 人的成长过程 都是觉得 其实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有很多东西 是你自己可以去 在手里 你不知道的话 当然你看片可以 快点觉得 好像有个辅助性质 但是 我就不是那类人 你不喜欢看片 就是想试自己 就算你叫我看YouTube 学很简单 譬如好像看松仔 我老婆也有说 看松仔的片 我那时候我也是一路飞 一路飞 看一些重点就算了 那我就 你想走就走 我又不会觉得 会有什么失败 最多失败的话 你找个方法去 去调整 一定能走的 我不是第一个走 过来感觉如何呢 就是一落地 过来感觉 过来感觉 很多人都是问 来了两年 不是 来了两个月 问你习惯了吗 其实我想说 除了吃东西之外 其实都是 是不是这么差呢 就是你觉得 英国的吃东西 跟香港比较 因为很多人觉得 香港很多东西吃一点 但是我觉得 现在英国 其实都多了东西吃的 是不是真的 这么难接受呢 接受 就是反过来这么说 除了你香港吃茶餐厅 人们都会吃 那些外国的快餐的啦 其实都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有没有说觉得 英国很乡村的那种感觉 这个来到 即 呃 上车去 去一家屋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的 一直沿途 沿途望那些楼 咦 只有两层 是的 还有旧 一样样样的 还有草 是的 这个会觉得 有点像在电视看的 你看电视 你经常见到 邻敦是 有点高一点的楼 那尼巴铭看是 全部都是两层 然后也有点失落的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那你来到 你觉得 so far你两个月时间 够不够适应这些生活 够的 够的 是 其实 需不需要很久的时间 对你来说 看你能不能走出去了 实际上 就是你一直 看你个人 看些什么 就是可能有些人看片 是看一些比较正面的片 或者你喜欢看一些 负面的片 你会觉得可能会沉下去的 但是刚才我说 其实我是不是好看的 那你一路自己去慢慢揣摩 说掌握其实 这条路应该是怎样 或者生活是怎样 你要 因为你的人 已经决定了去英国 你只要接受 来到这个地方 你是怎样可以在这个地方下脚 你要是融入下去 不是一定要 找到那些坏东西 或者不好的东西 你自己就慢慢去掌握 这些 调节 是的 那你其实 你决心大不大 就是我买了房子之后 我 我以后都不回香港的了 我在这里长住了 还是可能几年之后再打算 就是你抱着一个什么心态 抱着什么心态 那这个可能跟之前工作上有些关系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有接触过一些 拐账 我在去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 其实我们又不要闲死了自己 就是今天可能我们来到英国 是不是这一世在英国其实未必的 嗯 你可能是那个环境 或者各样的变化 你是作出调整 那小朋友 我刚才说了 譬如很多都是为小朋友过来的 那小朋友 可能我给到他 来到英国 他的环境会好一些 但是将来他说他想去哪里 他就会选择 嗯 那你来到两个月 我知道你已经很快找到工作 就是有很多香港人说 很困难的 来到 寄了很多CV 都找不到工作 那你在这方面 你又怎样 这么快可以找到工作呢 放下身段 放下身段 因为疫情这件事 可能令我自己 不是令其他人 放下身段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之前拥有些什么 或者在做些什么 其实是不重要的 嗯 其实真的可能跳出 香港人很喜欢说的 跳出什么conference zone 其实不是跳出conference zone 就是跳出你的框架 嗯 就是你的框架是 你走死了你做一件事 你不是代表你一生都做这件事 就是你来到英国 你就去接受做其他东西 但是为什么可能 我那个 这个pick up会快一点 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 我之前做的东西 是一些对游客的东西是多的 那Covid 基本上是停止了 嗯 那在香港的时候 我就立刻转了去做一个 外卖仔 那我过了几年的生活 那过来的时候 就是看有些片介绍 说在这里做一下 外卖也好做仓也好 那但是 为什么我来到 我是没有找过任何仓的工作 我知道我做不到 因为我在香港 十几年都是做一些自由工作 不会有一个 反而你没有了那种既定的观念 就是因为香港人很多都是 在香港打工 打十几十年工作 那我觉得我要在这一个圈 我才可以生存到 但反而你自己 因为你本身的背景 是我喜欢自由工作 斜冻足 我是做很多不同的事 试很多东西 所以你就没有了一个既定的框架 来到之后 因为你在香港 你说放下身段 其实在香港已经放下了 就是我在COVID的期间 那我要赚钱 那我要让妻活儿 我就做一些赚到钱的工作 那你运输也好 你送外卖也好 那我赚到钱的 那我家的样子都会一家人的 那你来到又继续回到这个模式 反而是适合 就是适合在英国的生存 是啊 而且你看到那些人的眼光是不同的 就是我在COVID 可能初初送外卖的时候 你香港人知道很害怕 你觉得送外卖 一个很叫做卑微的工作 你可能都会很害怕 会不会撞到熟人送上 会这样想的 会有这个想法 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你会觉得 可能之前那些人 看到你的生活都挺好的 为什么你会走了 还送个pizza 还是个朋友 是啊 但是so far 如果那些人有看 就是那些人有做过 其实原来 这些叫做男领的工作 跟比起做一个白领的工作 那个人工 我可以告诉你 可能那个男领 是用得多成为 更好的 但是他不会跟你说 而且自由度可能会大一点 自由度 自由度会大 但是在香港的生活模式 就是很奇怪的 你觉得 我们会觉得好像自由很大 但是其实你见到 有钱赚的时候 是会不停的 嗯 你没理由会停的 是不是 你见到又有钱了 工作的奴隶 类似的了 反而你来到英国 我们这里的观念 就没有说 男领是低级 是的 我也觉得是 反而你舒服了 是没错 你觉得我在香港 都是做这些 我还要介意 可能有些人会看不起我 那样 来到这里更加没有这一样 没有 就算见到对面 就是对面的屋 送一个 送 就是 那些人上网买东西 送完 我见到他们对 送货的态度是 很有善 还会吹下水 香港的那些 声声门 说贵之利 就是会这么大落差的 会 落差 这方面 真的 我觉得是两极的 有时我觉得香港 譬如做开管理层 那样东西 它是有难放下身段的 很难跳出去自己的送货 我觉得 可能有些亲戚会说 我来到英国 为什么你做了这些工作 你在香港好地地 有份文职 打不打 你过来做送货卖 但是你觉得 这方面 其实那个 阶级的观念 在英国 普遍来说 你觉得严不严重 就是 没什么去看低你 或者对你的工作 有太多意见 是吗 即是他背后 关门是怎样的话 我不知道 但是你作为 即是你亲身接触到 那个人 他给我的感觉是 其实有时 我会觉得奇怪 那个鬼佬会很欣赏你 拿了一份东西给他 他说那个谢谢 你在香港遇不到 很真心的 是的 因为你会看到他笑的那一刻 你会觉得 咦 跟我以前遇到的 怎么差那么远 可能令你更加觉得 其实 原来没错 香港有种是 可能你做服务行业 你送的那样东西 他觉得是应份的 没错 是的 我给了钱的嘛 你送过来应份 我为什么跟你说 拜托 是的 没错 但是英国就不是 你多了一份尊重 就是那个 appreciation 喂 是给了钱 但是你说一句 拜托又花了多少钱 又不用浪费多少钱 听那个又开心 你送那个又开心 婆乐而不为 Win Win 其实这个又不需要太过论识 我觉得 是的 是的 另外我想问一下你 你来到英国 很快就找到 你是做那些 派送员 Amazon的派送员 那些是难不难找的 是不是这样申请就行了 还是你要CV 去建工 这个可以多说一点 就是 来到最初的时候 都想休息一下 但是休息了一段时间 你都很快就收拾 不是 我是觉得 你做不了一件事 你其实可以先申请 当你一天想做的时候 你可以立刻去做 你不用再 那倒是 因为我经常见 英国做事的效率是比较慢 这个是真的 我也感受到 你要真的一个步骤 做完之后 你有问题 这样来回 可能都要几次失败 尝试 还有我又没有看片 我也不知道 其实应该正常副思绪是怎么做 自己 由自己撞下板 其实我都没所谓 那就照去做 其实你不看片 又不看片 就好 因为你可能撞下板 你从中又学了一些东西 是的 另外就是 你有一个很好的advisor 刚才你说的就是 我不做还不做 但是我先申请了 如果我有那个机会 那一刻我来到了 那个机会来到了 我申请了 又適合我时间timing 那就去做 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就是命运驱使 如果你说 我打算在第一个半年 我都是摊私地摊的 是的 你又灯烂了新 接着到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 更困难了 因为你又对自己没有信心 是 接着你又不熟悉情况 你又不 你又怕找不到 就是那个东西 都顾虑更多了 没错 就是你想到就做了 做了先 那你有机会来 你才再 pick up 那反而你 就缩短你的痛苦过程 是 但是唯独是去到 Amazon 你很有趣的 我一直 apply完之后 都算顺利的 他就无端的 导致email 因为去到中间 英国 有一个叫做 拿NI National Insurance 反而我这个没有拿的 那我就问我老婆 我说有没有NI 她说没有 那怎么办 他说要 然后他上网看完 他说要四个星期申请 然后这么久 那我就照顾申请 照顾 我问我 谁知道这个是书其理发 一个 他给了NI 那我上网扔给Amazon 叫你很快找工作 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申请Amazon 有些朋友提问我 他问我住哪里 我说去Bermain住 他说其实你应该选择 然后我问为什么 他说 传证 传了一幅图 Bermain失业率 8点多 就是比较高一点 是的 然后我明白 他说什么 他说这些都要排队 我的心疼就照排 我现在都是打算搞定 那我传了给他之后 Amazon 本中传的email 反而是他催我 什么时候开工 不是 这个是一个 哄我开心的位置 是什么 他说你们那区 我需要人 那你就尽快apply 那我当然是传闻 然后Ni 不知道为什么 上网又说 那些人要等一个月 我说几天就有 普遍是一个月的 是的 我真的是几天有的 我还很开心 几天有是不是我的 那照样进入 之后 Amazon 告诉我 我开了个account 我跟老婆说 喂 怎样 可以有些事情做了 不用在这里这么悶 那我一登入 他再通知我 你那区未有位 你几天后再回来 是 再问这些朋友 之前做过Amazon 他说是呀 你要有空上去看 咦 到最后去到每一天 没空 就打开app 看一看 看看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每天打开app 版面已经不同了 不是等我去 就开通了 有些blog给你选择 发觉 做得了 开始其实都是回了两三天 找不找到吃呢 其实Amazon 你觉得是为了 不同次度的生活 因为很多 我听过有些youtuber做过 有些人做过 他们说 很不稳定 每天接到一个job 又不同 有时派送距离很远 有时可能压力很大 赶着时间 你自己做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这份工作是否可以呢 可以 可能我的时间短 我觉得能接受到的 同时反过来 因为可能在百明汉 百明汉有个好似 原来我们在百明汉 也属于一个city是大的 Amazon的仓 好像 他比我选择 可以回到的仓 有四到六个 你变成了这个 你的机会 机会率大一点 可能因为有些town 我有问过朋友 你有没有做过 朋友说没有做 他住在远一点 他说原来他们 是几个town 才只有一个仓 那他的竞争就大了 这个又是没什么人知道的 Amazon原来做delivery 也有分城市 是 town 你遇到的机会不同 因为像你说的 城市多几个hub 是的 你就多些派货的机会 是 而且要送货人 他多些 你town 那几千人 是的 那你就只有那个仓 没错 他的demand 太小 又小 那就变成了 你派来派去 就是那些 那你多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工作做 是吗 是的 那你有没有遇到 没有工作做的情况 现在 暂时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 那些所谓 有些人就会说 你是在Amazon 的申请蜜月期 叫做 会给多些选择你的 现在是 是有选择地去工作的时间 一个星期 你平均要工作几个小时 譬如一日要工作多久 一个星期你上班几天 这个他没有限你上班几天 但你自己呢 你现在的情况 因为我打算 我太太没有车牌 那我要送小朋友回 可能送完上班之后 回到下午 可能回去 因为我见他最长 一个他们的节目是三至四个小时 那可能我拿两个三个小时 就是六个小时 那是不是回到五个小时 回到五个小时 我想是 星期六日都想 就是来到英国 不要习惯别人的节奏 然后其他拜陪在家 那你觉得他出的人工 够不够支持你 譬如搞租 吃 家里的花费 所以不需要动用到积蓄 租香港人 每个都应该 很多都第一年给了 可能现在我未面对到这个问题 我现在计算是 每一天的开支和收入其实是OK的 你抵消 抵消到的 其实有剩 因为你不会在英国 很常常出去吃饭 是的很多时候你都是可能买或回家 来煮 其实那个费用不会是很贵的 就是相对 我比较香港 有些人经常说 来到够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便宜一些 但是我在香港 有时候我自己都喜欢去马沙买东西 我觉得 质量好一些 是的 我来到英国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马沙的价钱 比你去香港 其实你看起来 比较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但是只不过可能 那些朋友会提醒我 但是你要想 你在英国找的人工 你没有香港那么多 那可能是这个问题 但是你不是出去吃的 第一下你这样 我觉得是 暂时计是OK的 都还可以 是吗 还可以 那我又想问 因为你在香港 就比较特别一点 你都是自由工作者 那你来到英国 你又是自由工作者 那你觉得 其实在自由工作方面 在香港的压力大一点 还是在英国的压力大一点 你会不会有一个差距上面 就是有没有分别 我以前做一份工作 做销售的工作 其实你说的压力 不是 不是任何 不是其他人给你 每个人的压力 是你家里的人给你 就像我两个小朋友 一个太太 你的压力是 你怎样可以维持到 他们的生活 连你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你的压力 当然你找到 你的元素 觉得是平衡到的 你这个压力是 抵消了 你不会有这个压力在的 就是不会特别 是有什么外来的压力给你 你反而 香港你是不是找得多一点 但是你的消费是大很多 你会找到的 绝对 但是消费 我觉得反而香港的消费是高 可能我自己 即是你花了去哪里呢 香港 很多时候你花了钱 你都不知道自己花了去哪里 花了觉得为小朋友花 可能参加我的补习班 我又不是的 我又不是的 反而是可能平时 小陪小朋友 嗯 星期六日 多数都可能是找些地方玩 但全部都要消费 是的 其实 有些朋友给我早过来英国 在这边见面 大家都有讨论 其实你在香港星期 只是一个 一个所谓weekend的消费 在香港weekend消费 够你在英国 一个星期家庭的开支有余 即是 譬如你因为softplay那些 香港几百元一转 大人都要收 英国不是因为你多磅 坐着看着玩的 那是不用钱的 还有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在英国见到小朋友玩 你会 好像真的看到自己 真的看到自己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可能是去公园玩 其实这样有一天 你又不需要 特别花费 是的 但你在香港你不会吧 总是觉得 你还有见到很多朋友 去不同地方 其实我应该都跟小朋友去 这个是重点 譬如你Facebook IG 那些朋友 又会有比较 是的 他说我今天带他去攀石 没错 今天带他去玩什么高卡 什么楼宫 那你会觉得 我没理由这么寒酸 带我儿子到下海公园玩 然后又 你留下公园也没有人 又是 那些雜誌 新假期 什么Monday 又开了个 不知什么 几万呎的soplay 没理由 我赚钱都是想小朋友开心 我带他去那些 我回香港暑假都是这样的 你无无畏畏的 又花了几百元 你自己给自己压力 是的 其实原来很简单 现在 跟一些朋友有时 在英国的朋友 Gatering 都是带他们去公园 有些小朋友 自己跑 回来我都常问子女 因为我担心 带他过来 其实他开不开心 整个人 你开不开心 今天玩整年 他常问多几次 开心啊爸爸 OK啊 我发觉有一件事 我见到那么多香港人 和自己的子女 回到香港 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 你在香港 他要不断有一个外来的刺激 那些小朋友 你一定要 哎呦我要去这个位置 去这里 同学之间又攀比 父母又打卡 放上Facebook 但在英国不是的 因为大地方一些 有花园 放个弹床在那里 几个小朋友 在那儿跳一跳 跳一天的 对于小朋友来说 其实开心是不需要用钱去买的 小朋友知道有人陪他玩 大家拿一支水枪在花园里肥立 这些不用怎样花钱 是啊 我找回这些 来到英国是 即原来其实是简单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太复杂 给他们太多东西 在一个成长 即所谓 香港常常说 你要给那些小朋友 有一个成长的经历 是 那些就是香港 但那些用钱堆砌 是啊 没用钱堆砌 即是你父母又有父母憑貝之間的壓力 譬如你每天在家裡煮 外面又不知開個家 去雞煲 又去打卡 那些又花了一筆錢 然後你小朋友又去那裏 又花了一筆錢 你跟小朋友出街又不煮飯 不煮飯又要出去花錢 還有你說的壓力是反而 有時候小朋友家長大家在香港聊天 他們會說你小朋友學什麼 剛才我回答其實我很老實在香港沒有東西給他們學 即是不會說存了一些 存了一些 那些檔案 放了一張紙去interview 好像很厲害 可能我放出來我只有五張紙 反而你對父母對小朋友是不是有個內疚感 我花了很多時間出去看 所以我一有時間 我就是給他最好的東西 用錢去堆砌 好像是一種贖罪的感覺 我覺得是的 在英國不是 雖然你說沒有姐姐 你上班比較自由一點 有個work life balance 我回家可以經常對著我兒子 可以陪著他 我根本不需要用錢去贖罪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所以很多人經常說 為子女不只是教育 我覺得是父母和子女的溝通 是有一個緊密的聯繫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大女兒是 我小孩子的成長 人們說兩歲開始好玩 我小孩子是兩歲的時候就開始COVID 反而COVID就讓我看到 那一個感覺就是我陪那小朋友多一點 他們反而是開心一點 即是回來後會叫爸爸 抱抱抱你那些 以前那個女兒回來後 有時也會叫媽媽 有時也會想 要我爸爸在這裡 坐在你旁邊 你叫過在房間的媽媽 你跟我說就行了 但這件事在香港我覺得是失去了 反而來到我對著小朋友 是開始增強了 所以我就覺得原來 不是金錢可以給小朋友開心 其實是看你怎樣給他 相處 是的 相處 給多點時間 其實小朋友真的簡單一點了 是的 其實你在家裡 搭張地埔在花園裡 自己裝飲一餐 現在不是 你都比給他幾百元去學攀石 是的 其實沒什麼意義 我是在學著去接受 原來只是做這些 不要想太多 還有這邊你未必 有這麼多這些給你選擇 你現在就來取材有什麼玩什麼 你來到英國 你現在又設定了租屋 然後學校那些 其實複不複雜 你申請會不會有難度 或者搞很多文件 有很多人申請垃圾桶 都是假倫的 這方面你有沒有遇到任何困難 可能我沒有什麼要求 我不會好像有些香港朋友那樣選擇 你來Bermingham指定住某些區 要去那間Outstanding 是的 我沒有的 因為我是想 其實如果你要運一間 你想跟小朋友讀書 你幹嘛不留在香港局 還好局 給你所有提示 如果你為了讀書 即是你香港局員 那你送去留學就可以了 你又可以賺到錢 可能他覺得早點來節省了幾百萬 我覺得是不同的 你是節省了幾百萬 但你花可能又花多幾百萬 你找不到工作做 日日虛道光陰 其實對於成年人的心理 其實是有負擔的 如果你真的純粹為學業的話 我覺得你在香港賺錢 你送他過來讀書就可以了 那你都是為學業 你純粹為那樣東西的話 但其實我覺得移民不是這個心態 移民是一家人的溝通會緊密了 我見個個都是 即是你重新再rebuild整個家庭 可能我 即是 雖然說香港可能那個家庭成長模式開始 好像是有少許側在一邊或是走錯 但你來到 你學習一下原來一個家庭 其實是怎樣 還有一個最深的東西 就是我以前很早做旅行社 我不明白為什麼 外國人去旅行是一家大小 是 香港人都會 會鬼的 我自己去旅行 即是你意思是成年了之後 成年了之後 兩個二十多歲的 就同立父母一起 是的 即是很多 即是香港你不會的 可能你跟女朋友跟我太太去日本購物 你爸爸媽媽可能是在家裡 但你見到 我個人是不是的 整家大小一起 即是見到這麼大都出去玩 原來就是因為 在這裡去 小時候build up 是的 就是有一個緊密的聯繫 是的 我不想自己大 即是我老了的時候 原來 我也想個小朋友是 但我會take care我的 嗯 多些 我覺得其實 起碼都探一下你 有什麼心事跟你分享 先問一下你 不是叫你養 但問題是 你有什麼困難 遇到開心不開心 我也想跟你分享 想知道 想知道 香港不會知道的 是的 我想問一下 你來英國兩個多月 太太不會開車 那你住的地方 又不是說可以 五分鐘走到超級市場 有沒有遇到一些 生活上的難題呢 即是你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姐姐幫忙打理家務 有啊 來到 要太太 那樣突然pick up 那樣東西 會不會痛苦呢 大家share 即是可能清潔家 就 清潔家 我就賣了一個機械 那去幫忙 幫忙拖地 那洗碗那些 大家share一下 大家做 幫大家有空做一些 你做一樣我做一樣 其實都是一個相處的方式 但平時放假 沒有工作 又沒有那麼多街行 會不會有些失落 或者落差的感覺 當你有家庭的時候 你不是走那麼多街 即是注意就focus了在自己的家 不是走肉朋友 即是年輕二十幾歲 嘗試過就完了 去到你 所以我經常說 移民其實是很適合一些 三四十歲的 因為已經定了 你又沒有什麼 要玩就玩了 要玩就已經玩了 你真的要玩要繁華的 那你留在香港 或者去其他城市 日本什麼都好 但你來英國就過一個 平淡而穩定的生活 這個是很重要 你要搞清楚你來的目的是什麼 另外就是 但是我發現一樣 因為你 以我所知 經常都會跟鄰居開派對 其實香港的倫理關係 是沒有那麼緊密的 你在英國 你覺得住在香港人村 因為你住比較多香港人的地方 你覺得是一件好事還是不好事 好事還是不好事 如果你是 我都有這個感覺 有一陣子 即可能 我剛才說 可能Amazon做事 都見到其他香港人 其實好看你自己 肯不肯走出去 走出去跟別人去接觸 即是你一直都是要 來到有一個很害怕的心態的話 我相信做什麼都是不行的 但你肯嘗試 你沒看到鄰居 就算不是香港人 鄰居有些鬼佬 我跟他們說 你好 其實那些反應是正面的 你那個人會慢慢 自己會打開自己 會不會 譬如你送貨 有時你見到香港人 嗯 其實會不會冷漠過 會啊 會啊 會的 可能不是冷漠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小心一點 我覺得其實香港是戒心重 是 因為你經過那麼多的問題之後 就是各樣東西 人與人之間信任 是真的減少了 減少了 所以你開頭其實有一層 比較厚的冰場 是的 但是我自己經驗發覺 其實如果你肯做 去熱情那個 肯踏出第一步 說多兩句 其實那層冰是很容易破到的 還有你這樣走多一步 你如果你說拍開不會吃虧的話 其實你說的哈佬不會吃虧的 對 對 就算你不要有那種 我說多兩句好像是虧了給你 是的 因為我發現一個問題 很多香港人在Facebook那些都說 開頭來的香港人 頭那一批就很熱情 看到香港人 打招呼 就像我們以前那些 看到外星人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 就有些人覺得 我微笑 我對著你笑點頭 沒有反應 即是圍勞完了之後 我都會有這個感覺 又走回香港那一批 變成打招呼那個人 心態就是 我好像個傻佬一樣 我跟你打完招呼 你完全不認我 我就好像很醜 慢慢就變成他那團火都關了 大家就各自又起了牆 在對方那裡 但其實可能對方 他不認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 今天心情不好 或者我又不認識你 我不是很膽 跟你有任何接觸 但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香港人可以 開懷一點 不是叫你跟他很熟 很信任對方的問題 你可以有一個 正面一點的 approach 大家可以聊聊聊天 認識一下 你問我看片 我會看什麼 每個人我自己 都會有低落的時候 之前可能 過了兩個月 我都很想找到一份工作 找工作 不是要 不是維持開支 還是找工作 是覺得很悶 換了一個生活 想找一些工作 做一下出去 走一下多些地方 那你還沒找到的時候 人會低落的 看片 不如看一些正面一點的片 就是找一些motivation 摸一下自己 反而 人家可能 你跟對面鄰居 打完招呼 又覺得他沒有反應 又覺得他沒有反應 回到你又覺得有點痰痰 你就找一條片看看 其實都有幫助的 很奇怪 你看到的東西 你看得越好的事 多的話 我自己都會覺得 你那個人會正面一點 你起碼那個 但是我拍片 經常都講一下 英國的實況 可能就未必一定這麼正面 這個可能是被人先知道 你會預知到 有個預期 是 預期了 你可能是 某些 你會遇到 或者是情況是這麼差的 你要用這個方法去想 不是 松仔講完這個 是這樣的 不要做了 放下 那個態度 不應該是這樣的 你應該是 Expec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是 你拍片 都是想著 幫香港人 不要撞這麼多板 因為我覺得 你又不了解 不知道的話 又中了過去 是啊 所以看你的事情 你要看負面 看完 松仔拍片 都是說不行的 唱衰 那我就不看 但是不看 他轉頭都是看 我又不是很明白這些心態 對不對 你轉個另一條頻道 看正面的頻道 或者 你這樣就可能不轉頭 其實都幫了他 不看你就看正面的頻道 我覺得負面的時候 對不對 最後我想問你 你來了兩個月 你覺得自己融入了這裏生活嗎 融入了這裏生活 我當自己融入了 你覺得融入英國的生活 需不需要 要去博物館 看看藝術品 要接觸英國文化 圍住自己的一班英國人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 這個是不是你 今天才有個朋友 又發了一些博物館給我 我回答他一句 我小朋友九歲 九歲和六歲 九歲六歲 在香港網路都不記得幾歲 九歲六歲 我回答他一句 過多幾年 因為 現在我帶小朋友去 其實都是自己看的 我離遠去到認識的時候 會去看的 慢慢滲一步一步來 是呀 喜歡就去 不喜歡就跟回自己的朋友 我覺得 又不需要逼自己 不需要刻意突然之間 有些人很喜歡打卡 來了英國之後 我去了這裏 整班鬼佬圍著我 全部朋友都是這樣英文 看看你自己懂不懂應 有些人我喜歡的 有些人可能需要慢一點的步伐 即是你歐高榮一點的 你走去英國大家樂嗎 那個什麼 Rether Spoon Rether Spoon 相信你很快就會結識到一班人 都會 有傳聞說 Rether Spoon 是最多香港人的 即是英國大家樂 很漂亮 沒錯 今天非常之多謝 Larry你接受我的訪問 我在你身上也都認識到 現在新來的一批 心態是怎樣 你究竟來的目的又如何 大家要調節心態 不要每次直接比較 我覺得是很難直接比較 沒得比的 因為大家得到的東西都不同 是的 香港是比較密質一點的 商業世界 在這裏你是比較簡單 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隨遇而安一點 我覺得是由命運帶你去生活 不是香港那種 我要最後那塊錢我都要賺到 但是這裏不是那種 不是你賺到 帶了過來 你的心態要放下 這裏可能未必讓你再賺到那塊錢回來 是的 我覺得這裏的生活是比較自然的 我以為自然來說 我也同意 香港就比較人工 現實一點 非常多謝Larry今天接受訪問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我們不定期的時間都會找不同的受訪者 希望可以分享多些 大家知道多些 不同環境的香港人 來到之後 生活的取態是怎樣 大家可以拿一個平衡 知道自己有個方向 可以怎樣在這裏 開心快一點的生活 這裏就到這裏 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見 拜拜